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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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校长相信 英语无论在学习上 和未来的事业上 都是最重要的 要令到学生保持良好 和具竞争力的英语水平 我们必须先培养学生 对英语的兴趣 灌输正面的学习态度 令学生从学习过程中 获得满足感 和个人的成就感 才能令他们建立自信 逐步踏上成功之路 现在就由我们其中一位学生的家长 讲述一下她的小朋友 在ABC Pathway School学英语的感受 My name is Yasmin I'm 8 years old I'm P3 I am studying in St. Margaret's Co-Ed 我三岁的时候 就在ABC那里读 我女儿在ABC读了 也有一段时间 我身边的朋友 都见到她有这样的成绩 都会问我 你在哪里读的 我就会告诉她 在ABC那里读的 我就会介绍 其实前前校后 都介绍了六七个 她的朋友在ABC那里读的 其实最初是想着 希望买一家好的学校 让我女儿学英语 因为学英语 在小时候已经需要培养 从媒体或者报章杂志 就认识到ABC 最初都是想着 用Gucci X的心态 去看学校的教育理念 或者教育质素不可以 谁知道读了之后 女儿原来很喜欢 有时她病了 她回不了学 她知道之后 也不太开心 所以我就知道 找到了学校 至于你说我女儿 就读了ABC之后 跟其他 没有读ABC的小朋友 的分别是怎样呢 本身她现在的程度 其实就是说 跟外国的小朋友 和年纪的 那个水平 分别就不会太大 ABC Pathway School的所有课程 都经过专业设计 和天窄 内容针对不同程度 和不同需要的学生 其中以ABC ABC劍桥英语课程为主要课程之一 课程架构细分为18级 由K1至到4科 既能满足英语程度 较为理想的学生 也能够照顾到需要辅助的小朋友 ABC劍桥英语课程 由创办至今 为劍桥大学出版社 全力支持的课程 于2004年 更获劍桥大学出版社 颁受卓越合作伙伴奖助 和在2008年 荣获香港区教育伙伴地位 ABC劍桥英语课程 以精心设计的形式 透过不同的游戏活动 使学生积极 和主动地学习 再加以互动的小组学习 培养学生建立团队合作精神 所有课堂的师生比例 唯一对5至10人 以小班教学形式上课 确保每位学生 获得全面和细心的指导 除了修读劍桥课程之外 本校每年会安排于校内 进行劍桥小学英语考试 超过85%的学生 都能够轻松取得优秀的成绩 ABC劍桥英语课程 能够全面地训练小朋友的英语能力 并且由轻松的游戏中开始 逐步逐步将英语 渗进小朋友的生活中 我们看看他们上课的情况 和分享一下小朋友的学习成果 What kind of body language should book Ophelia and George Someone would say a body of five 可能 Pauline Jones About for life here Hi Pauline Hello I know you are staying in public police for six months Is that right?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订阅我的酵 我現在讀英文小學 是五年級 我喜歡ABC 因為我學了很多的英文字 和講得順暢了 其實為什麼會選呢 其實坊間有很多英文班等等 其實我也是透過報紙見到ABC 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 因為他有外籍老師 其實我還沒幫他報告 想著亦都不妨一試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他要報小學 希望看有沒有英文班 幫到大學的弟子 還有好像有些劍橋士 那時候廷文就 劍橋士考到不知多少成績 幫到可能面試申請學校 所以就報了ABC 也想不到一讀就讀了四年多 最重要是他 因為我們每一年都去看翻 看看他喜不喜歡 他完全是很主動回來的 從來 那麼多年沒有一次說 我說我不回來等等 而也都見到下課之後很開心 這個很重要 我們完全是沒有粗練 什麼都沒有 只是上學 接著補了考試 考試去到那天我們就去考 那我也說 可以考到滿心的盾 我想是課堂幫到他 其實ABC 一般人來到 看到校社的環境 其實都會很開心 因為他都色彩很繽紛 小朋友一見到 其實都會很開朗的心情 回到家 那老師其實 即外籍老師 其實都很平衡近人的 你見到他們 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聊天 那這個對於小朋友 過程很重要 Your pathway to English ABC Parkway School 在2005年開始採用 Read Write Inc.教材 這個教材 以暫生的英國拼音教學法 Synthetic Phonics 原音拼合法為基礎 全舖課程共設五個級別 包括75本故事書 和7本寫作練習為教材 讓小朋友首先掌握 字母發音及聆聽 自行拼出生字讀音 然後串寫出教心的英文生字 繼而寫作文章 自2009年起 ABC Parkway School 成為牛津認可教學中心 與牛津大學出版社攜手舉辦 牛津RWI英語課程 全面貫通英語讀、寫、聽、說等不同技巧 適合不同年齡的同學收讀 牛津RWI英語課程作者 Ruth Miskin 女士 擁有超過25年教授英語的經驗 並獲英國政府委任為 幼兒語文教育顧問 據英國BBC新聞網頁報導 Ruth Miskin 女士 在2005年曾經一度震撼英國教育界 原因是他採用了這一套拼音法 教授一班以非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而這一班學生 在全國英語水平測試中的成績 竟然遠遠超越英國同年齡的學生 展現了Synthetic Phonics的驚人學習效果 其後英國教育部於2006年9月 立法規定學校必須將原音聘合法 納入英語課程 現時英國已經有超過3000間幼稚園和小學 全面採用這一套課程 以下就讓我們看看一些家長的分享 我是黃昇 今年8歲 我在蘇智小學讀三年級 我喜歡回ABC 因為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朋友 而且讀得很開心 我想跟他找一間學英文的學校 比較持續性的學習 放下它就可以不用離開了 在別人的口中就知道 有一間學校就是ABC 最初讓他讀RWI的時候 我想他在應付小學的默書 全字都不會太辛苦 他很喜歡上ABC 就算他要很早地上學 他也不會不肯去 他簡直是沒有遲到或不想上學的原因 他平時也會看一些英文故事書 當他發現不懂那些生字 他會去查字典 用他平時學了的拼音方法去拼讀一些生字 你的方法去英文 謝謝 謝謝 以下是曾經收讀家長拼音快車一位媽媽的分享 我們一起看看 當初唸家長工作坊 首先是很好奇 為何每一個字可以拼音出來 把整個字可以讀出來 而且我女兒長年已經七歲 她已經讀了這個課程 已經讀了九個月 我看見他的成效很好 我又很想幫到工作上的需要 有時可能讀了一些音 又可能不知道怎樣拼一些字出來 怎樣讀 讀了這個工作坊之後 可以幫到我這方面的障礙 其實當中去了這個課程之後 跟女兒和我女兒有親子的溝通 很開心 而且校園也很好 卓妤讀了九個月 她回來 我經常都擔心 究竟她是否應該要逼她寸字呢 但我拿著一本書問她的時候 她會很自然 自己拿著手指去拼音出來 拼了整個字出來 讀得很好 而且別人聽起來 她會覺得 你這個小朋友讀得很正統的音 亦都沒有冷音 很好 那我說是 這個成效是 這個課程給了我們 我有一個英國的客人 一季日來兩次香港 他跟我聊 為何你最近那些英文 正統的音發得好 沒有什麼冷音 有時候我都是鼓勵這些字 怎樣說 或者是哪個意思 但現在她真的正了很多的音 我就解釋給她聽 都是你讀了這個家長拼音班之後 很多東西可以糾正了我們 有些音是冷音 或者是錯音 現在我們自己懂得拼著 看完小朋友在ABC上課的情況 和家長的分享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在ABC上課的歡樂氣氛 每次看到小朋友抱著很興奮的心情來回ABC 經過課室又聽到她們的笑聲 下課又見到她們和老師很依依不捨地說Bye Bye 這些都令我感受很有滿足感 也是我當初成立ABC其中一個理念 現在的小朋友要面對不同的學習壓力 除了每天上學之外還有很多功課、測驗和密書 無可否認 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下 小朋友和父母都有很大的模型壓力 所以我很想小朋友來回ABC的時候 是無憂無慮 在ABC上課是零壓力而有成效的 每次看到ABC小朋友 在劍橋英語考試得到優異的成績 我都仁以為傲 因為他們是不需要特別的操練 而已經可以考到非常好的成績 這個證明很重要 因為現今的父母很難接受 沒有壓力、沒有操練而有成效的 相信這些都是家長一直支持ABC的原因 我期望我這個理念可以滲入每一個家 為我們的小朋友提供一個愉快的童年 獲得優異的成績之外 還可以擁有一個快樂的成長 你的行程到英語 Your pathway to English Your pathway to English Your pathway to English